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实在是出于无奈 现在时局动荡 江上派已经到了生死全亡的时刻 四大堂口命运未卜 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候 听到祖爷这么说 我心里哀着哀着 觉得自己的命特别差 刚出世无奈 父亲就死了 刚刚大跌成了一年了 母亲又过了身 很不容易加入了黑社会 又刚刚赶正堂口 在最难熬的时候 你说我的命是不是黑啊 好像去到哪里 我都会拖衰迦 早夜说的一点都没有假 前几天 他才刚刚参加完大堂会 这个大堂会 是由东南西北四大堂口一起召开的 这一次大堂会商讨的 就是各个堂口的命运 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时局 四大堂口自从方赵如祖师创立开始 几百年来都是遥伤呼应 什么大风大浪未见过 大家都是彼此配合 走过了无数喜喜乐乐 令到江上派延绵发展了几百年 向火都依然是旺盛 但是解放战争爆发之后 国民党节节败退 东南西北四大堂口日子 就越来越难过 尤其是1948年以来 国内的形势动荡 国民党是一败涂地 江上派可以活动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 情急之下 祖爷向另外三大堂口的掌援人 发邀请信召集了这一次大堂会 祖爷作为东派木子连堂口的掌援人 带着几个坝口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这一次大堂会 祖爷还带着自己堂口的大量金银 送给其他堂口 用来度过难关 其实这种大堂会 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的 其他几个堂口的大司花都知道祖爷的利害 对祖爷还是比较尊敬的 这一次祖爷临时召集会议 大家都非常配合 况且这一次祖爷还一次过 拿出这么多金银来给他们 他们更是千多得万多者 说起四大堂口 就要多说两句 江上派的四大堂口 都有自己的特色 每个大司班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的堂口 也就是东派 叫做木子连 名副其实 堂口的作风 就好像朵莲花一样 出于污泥而不染 尤其是祖爷执掌以来 守住了阿保的道 劫富济贫 乐善浩斯 而我们的大司班 也就是祖爷 他很余雅 办事很爽快 但无论对手下 还是对外人 都是很文明的 南派的月海堂堂口 清一色都是女阿保 当年张丹与所说的 桥五妹 就是月海堂的 第十三代掌援人 桥五妹 桥五妹死了之后 唐口交给江飞燕 她有兵美人之称 江飞燕十二岁入唐口 聪明伶俐 三十一岁就接掌唐口 这个人冷若冰箱 她施展美人计 拿下了 铅贵月商四地的高官和黑道 南方的这四个省 几乎被她铲平 真是可以说 在根角不让苏眉 但是江飞燕定下了一条戒律 这条戒律就是 唐口的姊妹 永远都不可以结婚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男人是用来用的 不是找来嫁的 西派的龙苏牙唐口 阿保的结构普遍就很年轻 可能是和西部多山有关 因为人上了年纪 腿脚就不是那么方便 做起事上来 就匠手匠脚 搞不好 局还未造成 就先将自己搞死 龙苏牙唐口的人 一旦上了年纪 就可以养老 所以造成唐口的人缘很臃肿 老人是不用做事的 等着吃俸鹿就可以了 时间久了 内斗就出现了 有时吃一顿饭 搞不好 就会死几个老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年轻的 把老人毒死 所以西派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堂口 他们的堂口掌门人叫秦百川 这个人很高 留着落筛胡子 皮肤很黑 跟西部军阀素有来往 北派的雪蒙草堂口 整体很散 可能是跟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有关 雪蒙草堂口自从抗战以来 经营就很惨淡 经常都是怕烏鸣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 解放区的老百姓 普遍是接受了解放的思想 还会信神信鬼的人 已经少了很多 所以这个堂口 其实只不过是名存失望 他们的大司巴前林约 带着几个阿宝 周围流传作案 陰功 早就没了根据地 开大堂会 各大堂口的掌援人 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堂口不可以塞 这个时候 可以启动出杀 甚至可以杀苦 渡过难关再说 人生在世 总是要向前走 就好像我加入了堂口 或者是对 或者是错 都要走过之后才会清楚 我知道祖爷这些日子以来 为了堂口的命运 弹征揭累 我想说回几句说话 帮祖爷分下忧 怎知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外面 传来一阵急速的敲门声 过了一阵 管家带着一个人跑进来 那个人一进门口就叫 糟了 糟了 祖爷 糟了 祖爷 糟了 祖爷 我一看 是二坝头手下一个叫财猫的小脚 他当时只有十多岁 既是二坝头的脚 又是二坝头家的门童 这条小子手脚挺快的 爬牆上树的功夫也很好 所以大家都叫他做财猫 祖爷见到他 驚驚青青的 又很不满地说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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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什麽回事 慢慢說 說清楚一點 賊媽聲陣陣地說 是這樣的 二爺一直都跟七爺在喝酒 突然間七爺好像瘋了 連桌子也翻了 張牙沒走 要去咬二爺 幸好二爺閃得快 拿起一張椅子就把他打倒了 於是幾個家丁就把他綁起來 綁在樹上 祖爺起床說 有這樣的事 大家都跟我去看看 很快我們就跟著祖爺 來到二爺的家 院裡頭燈火通明 其他兄弟都到了 從遠巴掂 我一看 先人手還沒綁在院裡頭的一棵大樹 他好像發瘋一樣 猛地在掙扎 眼淚頭佈滿了血絲 攻眼球 就好像就快爆一樣 兩道寒光 從眼框裡頭射出來 驚恐憤怒地滾著人群 他嘴裡頭塞著一塊布 但依然可以聽出他的身吟聲 嘰嘰嘰 他出力咬著那一團布 他的口水從嘴角流出來 一大灘一大灘地滴在地上 二爺頭拿著棍子站在院裡頭 我輕輕地走過去問 二爺 祖爺問是甚麼回事 二爺頭很生氣地說 他老尾這傢伙裝瘋賣傻 居然想殺我 然後他就走到先人手的面前 舉起一棵大喊話 你好說呀 你再不說我吐死你 是誰指使你做的 這個時候 先人手更加狂躁 嘴裡頭發出 呼呼呼啵聲 放命地在地上掙扎 嘔到棵樹也跟著動 二爺頭禮手又吐了他一棍話 你這傢伙還在扮演嗎 扮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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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棍又要打下去 祖爺說 停手 二霸頭一聽是祖爺的聲音 立刻就停手 祖爺走到仙人手的面前 仙人手側起頭看著祖爺 目光很散亂 仙人手跟著祖爺的走動 頭一會兒就側向左邊 一會兒就側向右邊 祖爺看了一會兒 對二霸頭說 二霸頭你過來 兩人走到一個角落頭 祖爺問二霸頭 奴冊最近有沒有被狗咬過 二霸頭不明白祖爺是甚麼意思 就問了 給狗咬過 沒有呀應該沒有的 祖爺說 一看就知道是瘋狗症 你還拿著滷棍幹甚麼 打他有用的嗎 二霸頭這樣才仿然大悟 一拍過頭就說 哇 怪不得這個小子 好像拼命一樣 連我都敢打 但是他好像沒有被狗咬過 湯豬湯狗 都是大霸頭那邊做的 我們這邊都不用自己搞的 每個壩頭都有自己的分工 唐口造紮飛局 經常要用到豬血 雞血 狗血和豬尿炮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些臨審意 全部都是大壩頭來搞的 當然了 唐口對外發生衝突 要搞甚麼暗殺 或者對內要殺人的時候 也是由大壩頭來做的 我實在不知道 他那對手 是吸了多少動物和人的血 說起大壩頭湯豬 我們暫且不提先人手這件事 因為我親眼見過大壩頭湯豬的整個過程 搞到以後很長一段時間 我也不想吃豬肉 一想到那個場景 我就會吐 大壩頭是這樣湯豬的 他先叫幾個小腳 把那隻豬按下 按下的時候 有些人抓住豬耳 有些人抓住豬尾 那隻豬咬咬咬咬咬咬咬 俗語說 像湯豬的聲音 這些真的正式是湯豬的聲音 按下那隻豬之後 拿一條粗麻繩出來捆住 前後兩個豬蹄捆在一起 後面兩個豬腳捆在一起 到了這一陣子 那隻豬還是叫得很大聲 大壩頭拿起一棵棍 高高地舉起 把豬頭猛撥下去 一半三棍下去 豬叫得不太厲害了 等豬暈了之後 幾個人把豬抬到磨盆下面 拿一個大盆放在豬頸下面 大壩頭拿起已經磨好的尖刀 一刀就捅在豬頸上 那就叫作放血了 一刀下去 豬頸戒開的大口 熱辣辣的豬血 一聲地流出來 放在下面的大盆上 一隻成年的母豬 一般可以放半盆血 隨著血流出來 豬的叫聲就越來越小 最後徹底就叫不出聲 豬血放乾之後 就開始破肚了 大壩頭會把豬翻轉 養臉朝天 從上刀下 一刀把豬肚割開 這個時候 一股聲洶洶的熱氣就會散發出來 供到人會反胃 躺開之後 就開始拿些五臟六虎出來 尤其是要把尿拋保存好 將尼紮飛用得著 使用尿拋的事情 前面就講過一下 第一次看到這個場面的時候 我的腳都軟了 看到其他人慶高采烈 我覺得他們已經麻木了 三壩頭還以此作為題材 作過幾句話 何為人生三大紅 唐豬刀殺豬盆 姨媽根火燒雲 剛剛聽的時候 我還未反應過你 後來經細腳講解 終於明白了 唐豬刀殺豬盆 不用說了 含了血肯定是紅的 火燒雲可以燒紅半邊天 也是紅色的 唯獨姨媽根 直到其他細腳告訴我 我才謊言大悟 真是正所謂 騙子不可怕 就怕騙子有文化 我問其他細腳 大壩頭是否一向都是這麼狠 他們說是 自從他老婆死了之後就更加了 我問他老婆是怎麼死的 小腳說是被豬吃了 豬居然會吃人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嗎 好嗎 好嗎